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 好,一起步的时候就见到比较快一点点 幻场大乡入门麻烦,出门几快 另外外面也有这只神奇俠 中间有些果王 然后先开边有赞道笑爱永达 接着难材这只网网千斤 开边有黄衫灰马那只 有这个王阵威明 拍着也有来利喜 然后先见到有奴心寶港 都放得比较前些的位置 过来某些之后,全蓝衫的有赞道笑 另外开边还有彩色茶 因为排的外当关系 现在在整排马的外面 在后面有些尊者气魄 另外也见到最后才有这些勁锋 中间这么快退下来,幻想大黑眼 另外中间还有这只狂野首领的马 看到大日本的直撥细子 就在这堆马的后面 草红衫,现在暂时在尾 看到跑了架直路段的时候 看到转第一个弯 带了出来的就是有果王 所以第二位就见到有王阵威明 拍着也网网千斤 中间有这只神奇盒 押着开边也有这只来利喜 才卖蓝紫色衣服的有勁锋 另外开边有这只卢申浦 中间全蓝衣服的有赞道笑 拍着他还有爱永达 然后才看到有细必炮 开边还有彩色茶 中间也有专者气魄 前面有幻想大亨和狂野首领 一对都叫热门马 直部细子铜 加来威就在尾 快要转入直路的时候 看到前面仍然有果王放头 首先第二位灰马 就是王阵威明 然后先到前面望望千斤 中间找位的就是有这只神奇盒 最后先到开边上来的有来利喜 然后先到大外档 还有这只卢申寶港外档 也看到有彩色茶 而最后才有加来威那些 入到最后400位 看到前面走出来的就是果王 看到前面打上来的就是有蘇菲林的神奇盒 中间骑上来也有这只细必炮 前面看到灰马的幻想大亨上来 开边也看到有这只狂野首领 中间的幻想大亨捐入出来 中间是细必炮 前面也有这只神奇盒 开边也看到上来才直部细子 好像迟了些 中间的幻想大亨赢金界的法国打 但大外档看到上来就是有这只直部细子 和前面的神奇盒拍照 中间的神奇盒比第二应该还挺得住的 但这只幻想大亨 早段够快拖下去 偷入面的位置上 莫雅一流顶 没选错 真的没 还说想退回 你是不是想退回给我 中间的神奇盒应该都跑到第二 直部细子 真是 拿位一直被 趴少雷那只封得很厉害 他被加莱威一路吃住 是 入彎前 他已经想出来 不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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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在马裙后面 左转右转 转了很久才能出来 结果追不到了 4-26 4-26就肯定了 现在第四、第五要拍照 看到狂野首领和细必跑 所以你说有赛职那些 二千坚尼 财色差 王振威明 真的不到 他那一队没办法 你排了十五六档 那你又二千坚尼 抛上来 果如所料 甚至乎你连路深浦说 因为你排了外档 你迫来 你想迫来的耗力就没有 王振威明很早迫来的 如果你一看下去 全部都好像是偷入面 就比较好些 是直部细子 就叫做沿途在尾 可以任他选出选入 其实就是说 整对马里面 根本最高都是直部细子 他都亏了来跑 其实我觉得 苏敏良是跑得最好 最好的 当然 你说莫雅莫雅贏了这场 他拿的位置都算精灵 不过如果这样看 就像你说的 不是恶白人阵营 带来的就行了 是啊 不要看死英国帮 以我英国帮 不好 但这队会有些不同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为什么呢 冷冷地都选回他 还有贴近 东帝是 是 接近2100 是 这场是2100 既然你没有信心上2400 对着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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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着那些对手 过来试试 那些章坏 是最短的 对着呢 对啊 对着这只灰马 英国队 王幻上大亨 都挺打破隆断的 因為法國的陣營一向都是在這場法國打比是很威蠢 其實你說這場法國馬是否跑得很頑皮呢 又不可以這麼說 只不過是暗牌了 其實暗牌那兩隻是跑得好的 神奇俠是跑得好的 細必跑是跑得好的 雖然他只是拍到第五 說真的第四那隻我就沒什麼把握中得到 那隻狂野首領 你拿著德國的處女馬方 兩歲然後熱身一場就說可以了 還要隔了很久 所以他在法國那邊就70多倍 426他們是不是都中了 對呀 我們2466而已 16就沒有了 全程好像為了摔著直步細節 他自己也沒有怎麼跑過 但我又覺得他也不是 其實他也沒有什麼機會 他沒有什麼機會埋不下去 全程都是那些位子 直步細節其實很虧的 真的 他扔了很多個位子 但最後上來的勢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他差點追到第二的 但是為時已晚了 被前面走掉了 其實神奇俠都差不多 但是呢 又 像你所說的 他可以上的 繼續上 跑完這場會再好一點 剛才我們看著其實這隻馬都還沒完全好成型 看看接下來會怎樣安排 在那邊是20倍 我們這邊呢 4號是16倍 24是32倍的 看這個直路的直鏡 正面鏡頭 其實鏡頭都已經捕捉著裡面那兩三隻 因為覺得開邊那些都拿位不是不好 三幾步已經過了 神奇俠 還有呢 正如剛才所說 今年為何會 刻意想選一些內蕩馬 沒錯 以往呢 經常都混死 但是呢 因為以往呢 如果實力馬有些排在內蕩 他出來之後呢 踏慢個步速去混其他馬 但是呢 今年呢 為何會 因為那個問題 已經看到幾隻內蕩馬都好像很差 所以呢 速度會不同呢 你變成外蕩馬呢 會走啊 你會散掉馬 很差 固知然呢 平均的水準 法國打比是真的不會夠 葉心打比高 這是肯定的 但是既然現在人家都改了路程 找些不同的客員 都希望逐步可以提升 也都證明了現在英國隊 過度力是不一定不行 就算見到賽前 嘩 吵到那麼緊要 吻到又不吻入閘 他已經很吻的了 已經真的 有幾隻都彈花一言嚇一嚇我的 那隻勁風 這幾隻就是內蕩蕩的那幾隻 勁風果王 望望千斤 對呀 望望千斤 望望千斤一放上來 說不是啊 不是 就是因為他們有個盪位 所以在入直路前 你跑到2100 你頭的1700下位是小都可以的 又好運 因為他們透了出來 先是望望千斤 然後就是勁風 因為他們一散 這隻幻想大亨就拿到他們的位 對呀 因為裡面偷位都看那些馬散不散 散了不退下去的話 你就可以放到他旁邊的位 所以不妨大家留意一下 譬如在上帝衣跑 一多馬的場合 如果你看到那些實力馬 有三多隻排在內蕩 真的很容易慢 很容易溫實 因為大家都記了他 就放慢了一個pacing 這樣就會被困住 但是如果排外檔 別人裡面那些搏走 就會散 這就是一個銳角的效應 對呀 當然不是一定的 但對上那兩屆給我們的經驗 一屆你看到巴黎士加就是這樣 千軍萬馬中間 排重以前 但是那些熱門馬 因為那些熱門馬在裡面 因為那些熱門馬在裡面 軍速 對 就會這樣 但是去年才智哥會走到外面 回到來還是很困難的 這隻幻想大亨 看看香港這邊的暫定名次 S2第二場法國打比大賽 暫定賽果 跑第一名就是4號碼的幻想大亨 第二名就是2號碼的神奇俠 第三名就是6號碼的直步細節 而跑來四名就是13號碼的狂野首領 是13號碼的 十五都可以有機會 十五都可以有機會 十三幾乎是第一二隻 我已經沒想過了 沒想過了 載恩上一個慢鏡頭 就是幕牙衝線時候的影子 好 英法兩地的打比 首先上演的法國打比 由英國的代表就贏了先 看來下個禮拜的葉心打比 可能會水準 你可以再期望高些 預期今年是好看的 預期一定是好看的 今天場地真的好 我有點興趣 猜猜猜猜猜在葉心打比 跑哪一隻 到時就看一看 其實我們不排除 就是可能是他建議 他過來跑法國打比 也有可能 是 即是他明知道 我在那場上有隻惡野 既然路程是對 不如過來試試 不出奇 這個故知我們現在很難有的 賣 然後要交到好的成績 現場已經在進行頒獎的形式 法國打比 其實我在等著 阿加雲這馬 復蘇 復蘇 因為法國的陣營 近年好像 他衣服好像不太黃 差點東西 好像戴萊吉利 對阿 數一數出來 嘩 現在阿彌 好像在差很遠 數對上戴萊吉利 九戰八win一個第二 什麼都數了你的 看到莫雅 依然是一個酷的樣子 贏香港也好 在海外贏大賽也好 在自己本土贏大賽也好 都不是好笑的 他真的是一個冷面殺手 但這場他 贏他基徑 當然 我也覺得他多多少少有些 好彩 但幸好是贏得遠 如果他稍為有些阻滯 他都會贏 因為 按理就不應該贏得那麼遠 其實你贏神奇俠和貼布勢子 而且他們 我想在很早 你已經立心想定 要偷入面的位 否則你不會見到 起步這麼快 然後拖回去 是啊 通常排外面起步的馬 你骨針之後 是上前過來 再被人掩蓋 但是他根本出來之後 是垂直拖下去 之後埋去 所以 他這個 處理的方法 是深思熟慮的 我明白 我突然想起 是凱倫之寶上次怎麼跑 起步夠快 撞到人尾 但是繞回去 他又不學 不學這隻 在裡面等 這個是差很遠 你 或者回去再看看 今天給人生怎麼跑 OK